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發表2022年美日安全初商委員會聯合聲明 對中國持續破壞基於規則秩序的努力 及於該地區與世界帶來政治、經濟、軍事與合技術的挑戰表示關注 而強調台灣海峽及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並鼓勵兩岸問題和平解決 聲明中表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國防部長奧斯汀 與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和防衛大臣岸信夫 分別於2022年1月6日及7日 在華盛頓特區及日本東京舉行視訊會議 聲明中指出 部長們強烈重申他們對自由、開放及印太地區的承諾 並承認美日同盟作為地區和平、安全及繁榮基石的關鍵作用 他們表示決心通過全面調整戰略及優先目標 不斷洗浴及猛系現代化 並且加強聯合能力以更加一體化的方式 與夥伴應對不斷變化的安全挑戰 他們承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新冠病毒大流行 獨斷亦是脅迫性的經濟政策、氣候危機所帶來的緊迫挑戰 並且重申他們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基本價值及原則的承諾 部長目睹了危及地區、戰立平衡的快速及不透明的軍事擴張